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听动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一切权利为了人民 做这部戏的时候 我和我就有个野心 我们这部戏要展现 中国改革开放起十年来的方方面面 纸牌屋所描绘的故事内容 情节内容 是基于美国的政治生态 讲述的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 而人民的名义 是在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现实条件下 讲述的有关中国改革开放 几十年来 所形成的一种政治社会生态 说这是人民的名义和紫牌屋最大的不同 是革命总会要做出牺牲 这是我吗 我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 参与者 不管我讲出了多么严酷的问题 多么严重的矛盾 我都有一个基点是不愿意 就是改革开放 我的基点是站在 充分肯定改革开放 几十年来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来谈问题 一部文艺作品 它既不可能亡党亡国 也不可能新帮救国 它所起的作用 就是影响赤道人性 包括这个吴刚的表演 一夜之间成了网红 连达康书与双眼皮都要保护 还有这个年轻人以这种形式 以他们的审美的形式 进行了这样的消解和接受 所以我和主创人员 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 我想表现的 我说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 一个全息化 我想描绘的是一部 中国当代的清明上和图 不论你做什么工作 不论你的职位高低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民族 人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